美军士兵不敢与俄罗斯雇佣军作战吗? 美军出动了F-22战机以及三角洲如此精锐部队 反而证实了俄雇佣军的确非同寻常 俄罗斯瓦格纳四人军事公司的雇佣兵 已成为美军在所有战场上最糟糕的噩梦 这是国际军事分析人士做出的结论 五角大楼发言人面对媒体提问时也坦言 当谈到俄罗斯雇佣兵时 我们必须特别指出 他们是瓦格纳军事集团的雇佣兵 这些人不属于俄罗斯正规军 也不属于俄罗斯官方人员 美军是正规军应该尽量避免与他们正面军事冲突 实际上两年前美军同俄罗斯雇佣兵在叙利亚有过一次交手 2018年2月 美军对一个500人规模的武装力量进行了军事打击 据报道这次军事行动非同寻常 美军动用的并不是常规的美军人员 而是三角洲特种 由骑兵贝雷茂三支精锐部队组成的40人队伍 这三支特种部队联手出动就显示不是一般的大事件 美军之所以如此重视 是因为在监视该武装力量时 发现了他们使用俄语沟通 而俄罗斯军方否认在该区域部署了正规军 因此判断为俄罗斯雇佣兵 这次战斗下来 美军宣称消灭了177人 俄罗斯方面称 有5名俄罗斯人在此次战斗中丧生 这被认为是瓦格纳的雇佣兵 想想看 即使美军完全制空 在AC-130空中炮艇 B-52轰炸机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 F-2隐身战机的狂轰滥炸之下 最惊认的美军特种部队出动 雇佣兵的伤亡也不算特别惨重 所以看出俄罗斯雇佣兵的战斗力的确非同寻常 有分析指出 俄罗斯雇佣兵之所以如此彪悍 也是学师美国人 俄罗斯吃过雇佣兵的大亏 第一次车臣战争中 美国人花钱组建雇佣兵队伍 拉到车臣战场上 让俄军吃尽苦头 第二次车臣战争中 面对美国人组织的雇佣兵 俄军没有让正规军直面他们 而是派出了阿尔法 格鲁乌 辛浩奇等俄罗斯特种兵精锐 一举歼灭美国人组织的数千名雇佣兵 此后 俄罗斯雇佣兵开始在国际上展露头角 到利比亚叙利亚战争时 成为战场主角之一 有意思的是 美军深知雇佣兵的厉害 他们派出了三角洲 这样的精锐对战和雇佣兵 由此也可见 美国是害怕的 美军常规部队士兵 无法对付他们 毕竟雇佣兵中绝大多数人 都是酒精沙场的退役老兵